大家好 不是萌不過家 不是真人不露相 歡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門道 好 禮拜五 美國的四大指數都是下跌 那我们今天这个大盘 它并没有受美股的影响 今天这个大盘是开个小高 那开高之后 沿路震荡收盘涨25点 那基本上 如果说从我们大盘这几天的走势来看 短期啦 目前啦 目前我们的走势 跟美国股市似乎没有相当太大的关联 礼拜四美股大涨 礼拜五我们开高走低嘛 对不对 那礼拜五晚上 美股大跌 我们今天是开高 然后辖幅度的震荡 收盘涨25点 好 那既然如此 就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路要走 好 那既然是这样子 各位投资朋友 重点 重点在哪里 还是我跟各位讲的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价位 所以我不断的跟各位讲 我们看一个盘式也好 看股票也好 其实只要看两个重点 一个叫做什么 一个叫做时间 一个叫做价位 简单的说 这个大盘 这个大盘是不是从我告诉各位 告诉各位什么 告诉各位如果不过高的话 上礼拜一 上礼拜一我告诉各位 如果不过高的话 高点大概在9523附近 对不对 过高的话也会怎么样 也先会拉回修正 所以目前这个大盘 这段长下来 我刚刚跟各位讲的位置在这里 我刚跟各位讲的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在上礼拜二 对不对 从这个高点到目前为止 这个高点都没有再突破过 也怎么样 也像我讲的 不过高的话明天收回转折 过高的话也会先拉回修正 目前就是一个拉回的结构 没有错吧 对不对 这个就是从什么 从时间的角度来跟各位讲 预告什么 预告 短线不过高 明天收回转折 过高的话也会拉回修正 这是短线的角度 所以隔天这个大盘 就像我讲的收黑嘛 对不对 再隔天 是不是告诉各位 如果谈不过 谈不过9470点 短线会持续向下修正 所以隔天的大盘 最高来到多少 最高来到9466 为什么 最高来到9466之后继续跌 就是上礼拜五 为什么 我跟各位讲过原因嘛 一点高盘 没谈过9470 下周 这个礼拜 谈不过 谈不过某个点位 一样会持续向下修正 好 今天最高来到多少 9410 我先让各位看哦 这礼拜五的 今天最高啊 9410 有没有谈过这个价位 有没有谈过这个价位 我写的价位是9550 有没有谈过去 也没有 明天 明天 明天还有一次机会 明天这个大盘我认为还有一次反弹的机会 但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怎么样 因为这个大盘今天没有谈过94555 没有谈过94555 所以他还是在修正的架构 还是在修正的架构 好 那明天 明天一样是看价位 明天 明天如果谈不过某个点位 一样会持续向下修正 那至于什么样的点位啊 我说过了 你要来怎么样 来上我的课程 来上我的课程 上我的课程 你才知道说这个价位怎么来的 这个时间转折 时间转折 为什么我跟你说明天收会转折 他就收黑转折 不管是短线也好 周线也好 周线也一样啊 周线不过9593 为下周 对不对 这是不是在1月23号跟各位讲的 是不是在上上礼拜跟各位讲的 也怎么样也有把这张资料送给各位 所以周线也一样 所以上个礼拜是不是收黑 那上个礼拜收黑我上礼拜跟各位讲过了 我们看周线就是代表什么代表一个中线的架构 未来如果没有弹过9523点 而且又跌破大支撑 这一波的反弹就会告一个段落 目前大支撑也没跌破 目前上面的压力 我跟你讲的9455点也没弹过去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要来弹大盘的话 这个大盘目前就是还是在一个修正的架构 所以从大盘的角度来说 我认为明天还有反弹一天的时间 但是这个反弹 明天的反弹 能不能怎么样 能不能弹上某个架位就很重要了 这个就好像什么 这个就好像 我上礼拜跟各位讲的结论 如果弹不过9470点 短线会持续相下修正 这是礼拜四告诉各位了 礼拜五每股大涨 一开高最高来到9466 但是怎么样 但是它开高走低到底一样 因为它没有弹过9470 我这样子讲 我不知道各位听不清楚 那基本上来说 各位投资朋友 这个大盘目前还是在修正的架构 然后呢 然后中线也有转折 上个礼拜也出现转折 代表什么 代表不管从中线的角度也好 短线的角度也好 它就是还在修正的架构 那既然在修正的架构 我说过了 如果你是针对大盘在操作 操作指数的人 很简单 顺势 顺势 顺势到什么时候 顺势到趋势改变为止 所以简单的说 就是心随事转顺势而为 好 那这个趋势还在修正 当然是半空啦 所以礼拜四 趋势进入修正的架构开始去放空 礼拜五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加码比空单 回补加码单 短线保护长线 进可攻退可守 对不对 把做到的价差 你今天反弹 你就不会受伤 这个是我常讲的 股票也好 指数也好 进可攻退可守 短线保护长线 今天 早盘 又挂架把加码当 加码的部位 我们礼拜五加码的部位 要空回来 但是挂架没成交 没成交就维持原来的一笔 续报就好了 所以明天我跟各位说过了 明天这个大盘 还有机会反弹 但是在反弹的过程之中 还要注意什么 要去看它 看什么 看价位 价位 所以价位 如果弹不过去之后 它反弹完之后 一样会再下 所以明天的大盘 我们简单的说 短线我认为 还有反弹的机会 但是如果明天 没有弹过某个点位 一样持续会向下修正 那在向下的 修正的过程之中 还有一个重点 上礼拜我告诉各位的 中线 中线不能跌破什么 不能跌破某个支撑 不然这一波的反弹 9523的高点 它就不会再突破了 所以简单的说 盘式的部分 明天就短线的角度来说 它会影响到中线的架构 也会影响到什么 影响到台 在我们未来几天的走势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不是不告诉各位 我今天告诉各位 你还是怎么样 你还是不知道原因 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我跟你说的价位 那么重要 因为怎么样 因为它是台股控盘主力的密码 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天 2月8号 针对台股控盘主力的密码 从价位的角度来说 主力告诉你主力如何控盘 从时间告诉你 台股为什么我跟你说 时间转折 什么时候收黑它就收黑 什么时候收红它就收红 因为这是台股主力的 控盘的惯性 一个是价位 一个是时间 所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这礼拜天2月8号 把握最后的机会 上完课程之后 我会留手机 我的手机号码给你们 针对课程内容的部分 不管你有什么问题 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来 跟我请问 上完课之后 还有后续的什么 后续的那个收 那个客户服务 所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把握最后的机会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 全民买得起的超级城市 超级城市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 最佳伙伴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 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 2578 3000 2578 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板败为顺的 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 3000 2578 3000 最甜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集固的 中文 一切 小青菜 不能用均匀 头一只枪 这么多钱 港肩凌云 宽田十番 无水安耀的港中啊 使用节水标章的产品 就可以轻松沉水 八小企业一起节水 用行动来争取水资源 节约用水 在生活的每一天 好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 那个上礼拜 上礼拜我跟各位讲过 如果我看国际股市的话 如果我们来看美股的话 我认为怎么样 美国股市不管是道琼 道琼也好 S&P500也好 或者是科技类股 纳斯达克也好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费城半导体也好 我认为美国的这四大指数 都已经有头部成型的余率 如果我们来靠道琼 就形态来说 这是一个标准的头肩顶形态 左肩头部右肩 左肩又比怎么样 又比右肩还低 S&P500也一样 左肩头部右肩 左肩又比右肩还低 这个都是形态都非常标准 包含什么 包含科技类股也一样 左肩头部右肩 那怎么样 左肩又比 右肩又比左肩还低 包含什么 肺半指数也一样 它也是一个头部的形态 高点越来越低 目前美国四大指数 我看起来都是头部成型 那再加上什么 那再加上 再加上说 接下来 美国 明年 不是明年 过完农历年 今年 今年它要升息 只是在哪时候升息 不知道 可是各位投资朋友 股市 它一定会先反映什么 会先反映消息一面 所以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如果我们去看美股的话 我认为说 美股的后市 它往下的机会 大于往上 往上的机会 微乎其微 那我们台股会不会受影响 一定会 所以台股会受影响的股票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全资股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 美国股市 它后面会大跌的话 会因为 升息 而去调整的话 外资 在全资股的部分 它就会怎么样 会去卖 所以全资股的部分 坦白说 在未来的这段时间 是不适合操作的 尤其怎么样 尤其位阶比较高的 这个等有空的时候 等我开始放空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哪些股票不能碰 哪些股票可以放空 那现在暂时还不告诉各位 这个是农历过完年之后的事情 那是不是美股开始价跌之后 所有的股票都会跌 那个就不一定了 我说过了 为什么说美股未来修正 全资股会受影响 因为怎么样 因为美股开始修正的时候 外资它会时髋 属于被动式的交易 而且外资的交易 通常在台股 我们台股是跟着美国股市走的 短期的脱钩不代表长期的脱钩 我这样说我这样子比喻 这两天我们的走势跟美国股市 不相关 对不对 那不代表说 未来我们跟美国股市不相关 不是哦 未来走势一定会跟什么 跟美国股市相关 只是短期在农历年前 这段时间不相关 不代表未来不相关 所以如果美国股市它会大跌 我们这样子讲 我认为美股将来会大跌 为什么 你去看稻穹 稻穹目前最高 这个高点是18000 18000 18000点 那这一波涨是从金融海啸以来 从6000多点 从6469点涨到18000多点 总共涨了几点 总共涨了12000点 等于说几乎涨了什么 几乎涨了两倍 从6000多涨了将近12000点 那涨了将近12000点 它的修正最起码是好几千点起跳 所以说 现在这个阶段的时间 全职股绝对不是你的标的 那是不是所有的股票 所有的股票都会随着 美国的修正下去呢 我刚跟各位讲过 全职股一定会跟着美国的股市修正而下去 因为怎么样 因为外资它是被动式的交易 美国股市涨它就买 美国股市跌它就调整 它就卖 所以呢 未来全职股绝对不是你的选项 那一定会有什么 一定也会有 相对的也会有 有些股票 它跟大盘没有关系 那会跟大盘没有关系的 我说过了 关键在哪里 在筹码在谁手上 关键在筹码在谁手上 只要筹码在主力手上 股票它就会强着横强 因为怎么样 因为有人做 有人做就会强着横强 筹码在赏户手上 它就会弱着横弱 因为怎么样 因为做的人跑掉了 所以 今年 我跟各位讲过 会有很多的机会 指数有指数的机会 涨跌都是机会 对不对 股票有股票的机会 那股票的话 我跟各位讲过 要分两个部分来看 一个是全子股 一个是中小型 中小型的业绩题材 业绩题材股 所以说 这段时间到过年后 你要分开三个部分看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指数的部分 一个是全子股的部分 全子股有空的时候 我会跟各位谈 等我开始放空全子股的时候 我也会跟各位谈 目前我们暂时把这个部分 hold到后面去 那现在可以布局的是什么 不受大盘影响的 未来有实质的基本面题材 或者是什么 或者是我跟各位讲的 筹码在主力手上的股票 是你要利用这一段时间 去布局的 好 那去年我跟各位讲过 核旺 11月份 我当时我跟各位讲过最少五成 11月7号 我带我会员去买 核旺 当时的核旺 45块 11月10号 礼拜一 加码核旺 这档股票 从 11月份在这里 从我带我会员进场买进之后 到现在 你看还是在这里 对不对 今天还是跌 今天还在70块8 那是不是像我讲的 从45块 跟各位讲 最少五成 叫你赶快上车 不管大盘这中间过程怎么样 你有没有发现 它完全不受大盘影响 你发现吗 这个就是现在你要去布局的 不是告诉各位什么 我今天有什么样股票涨停板 所以属于这个部分的 我跟各位讲过了 错过何望的 你进来我就是带你买这一档 因为我认为这一档股票 第一个 有人进去 第二个 筹码干净 第三个 股价净值比 只有0.42倍 好那股价净值比 只有0.42倍 筹码也很干净 而且又怎么样 又有人进去 像当初的怎么样 像当初的核旺一样 当初的核旺我告诉你 最少有五成 他也涨五成给你 那这档股票我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它的空间比核旺更多 随便谈都有一倍 所以从我们进场之后 我告诉各位 现股15% 那现股15%就表示什么 表示未来还有很多空间 这个就是什么 你现在可以去布局的 标的 你不用管要不要过年了 农历年假有几天了 未来欧美股市怎么样 那个不会受影响 当初我 何旺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他不受大盘影响 他有没有受大盘影响 我问你他有没有受大盘影响 从11月份在这里 11月7号这里 我们来看 大盘怎么走 上上下下的 对不对 那何旺怎么走 他有没有受大盘影响 没有 那未来这个股票也一样 所以你现在要布局的就是这个 那除了这个就是中探政 中探政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底部形态完成股盟 独期无竞争者 毛利率本益比 今年最少4块以上 筹码又安定 买进42块多 加码43块半 加码完当天涨停 然后呢 卖加码单 做短线差价 是不是跟我讲的道理原理一样 短线差价 原来持股的成本就下降到38块 这个叫做什么 短线保护长线 我刚跟各位讲过嘛 指数也好股票也好 这个都是操作策略 你如何做波段如何赚波段 如果指数的角度来说 趋势没有改变就是做空 一笔短的一笔长的 用短线去保护长线 让你的空单的成本不断垫高 那大盘在反弹的过程你不会受伤 那股票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看好一档股票要长线持有 也一样嘛 一笔短的去做差价把持股成本降低 降低到38块 各位投资朋友 中担针没大涨也没大跌 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它在震荡整理的过程你的成本 你会不会受到影响 也不会受到影响 这个叫做策略 那除了这两档波段之外 我这几天跟各位讲过了 封关前 我还没进去哦 还没进去就表示你还有机会 我还没带会员进去哦 封关前 有个大红包要送给你 而且怎么样 而且可以让你马上获利 而且你也不用买很多档 你只要买一档就好了 在封关前 会让你赚 所以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短期内你先不用管大盘 你也不用去考虑什么 考虑年假的问题 封关前 会让你赚一个大红包 有兴趣的投资朋友 打电话给我 然后呢 欢迎你跟着我们操作 时间有关系跟各位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 谁说了三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们可以 非常好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比变成抗热力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适合区 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吧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意 固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过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这一天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固德公辈啊 我已经找到合格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架租我的地 我刚没到周一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真危险了 有些人校业者 会租土地来 忘祝了灰火灰气雾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 土地主还要 我现在已经有点固定了